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 歼20将会朝着系列化方向发展 衍生出性能更好的升级版型号 首先 随着歼20s双座版的曝光 标志着歼20正式迈出走向系列化的第一步 相比于单座版歼20升级后的20s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未来一旦服役将会改变空战游戏规则 首先从外形来看 歼20s最大的改变是采用了并列双座布局 整个座盖舱被加长加宽 呈扁平状结构 此外 前座飞行员的位置前移并且出现了明显下沉 后座飞行员的位置较高 拥有更广的空中视野 在经过双座版改进后 歼20的总体重量要比单座战机更重 因此 机动布局会相应做出改变 除了机动布局改变外 歼20s增加了更多的功能 隶属可以携带更多的进攻性武器 在特殊情况下可作为战轰机使用 美国专家克里斯·奥斯本认为 尽管人眼不一定比电子设备看得更远更清楚 但双座版歼20s多了一个飞行员后 可能会采用一种全新的情报分析方法 它是感知能力爆棚 如果在战时环境下与地面指挥失去联系后 这时候 双座版战机的观察能力与决策能力 无疑会带来战术优势 将会提高战机的生存能力 与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能力 双座版歼20s更像是独立的作战单元 在战场上可以执行独立的作战任务 呼吁该型战机更多的功能与使命 另有分析认为 在如今的智能空战时代 无神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歼20s可能会增加无神机作战系统 在战时携带数架无神机进行作战 第二个飞行原机就可以根据空中态势环境 独立指挥监督无神机作战 如此以来 歼20s又何以为作为无神机作战指挥平台使用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其他国家的五代机都是单座版 中国双座版歼20开创未来空战新模式 成为全球首款双座版五代机 将会打破五代机的默认规则 综合来看 升级后的歼20s既可以继续作为空优化使用 也可以作为歼轰机使用 还可以作为空中无人作战平台使用 得益于其优秀的隐身性能 歼20s无论做哪款机使用 战场生存能力 要远远强于单座版战机 谁能想到歼20距离首次首飞已经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时间让歼20蜕变成一个成熟的战士 也让我们真正拥有了五代战机 放眼全世界能够研发出五代战机的也只有中美和三个国家 而俄罗斯的苏5系战机虽然比歼20还早首飞一年 但是至今依然没有服役 与歼20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也让俄罗斯国内非常不满 毕竟我们空军很大程度上还是非常依赖俄罗斯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五代战机的道路上我们超车了 想让俄罗斯心里不舒服 但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歼20超越 要知道现在的歼20早已服役 而且已经量产 完全具备了全天候的作战实力 随时可以参战 歼20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样的高度 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歼20完全是我们自处研发的五代战和F22属于同一个级别的战机 能够走到今天的确不容易 那么从歼20首飞时候的战略忽悠到现在的友邦惊诧 歼20从不被看好到一名精神 歼20带来的震撼显然上友邦惊诧 在2009年 有人在网上发帖说 能够比肩F22的中国第四代战斗机很快就要面世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 毕竟谁能想到我们会研发出可以比肩F22的五代战机 所以当时看到这样的帖子更多的人还是被别人的冷嘲射讽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压根就不会相信我们有这个实力 2009年11月8时 杨氏面对面栏目播出专访 在这个采访表示 中国的第四代战斗机正在紧锣密鼓研制 很快就要进行首飞 八至十年内装备部队 显然很多人都不信 但是结果呢 歼20果真首飞了 时隔两年之后的首飞让歼20一名精神 也让我们空军第一次变得如此的耀眼 而对于歼20来说 这也只是刚刚开始 歼20从首飞到不断更改到量产到服役 歼20的历程足以上甚和国家惊诧 当初所谓的战略忽悠被无情打脸 而现在的歼20足以上甚和一个友邦惊诧 毕竟歼20是非卖品 不管是邻国还是友邦 显然不会买到我们的歼20 这也让我们空军在周边拥有足够的优势 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显然不相信歼20是真的五代战机 所以西方媒体也没少质疑 但是嘴必经长在别人身上 别人怎么说 就让他们说去吧 大家也没少拿歼20和海浦22做比较 到底哪款战机更厉害 其实谁也不知道 毕竟没有真正的较量果 歼20是后起之旧 而F-22依然是老当义壮 双方各有优势 但是不得不说 F-22在隐身性发动机机动等主流因素方面占据优势 而歼20在新型材料 航程 空空导弹等方面占据优势 总体来说 F-22还是要占优的 但是双方是军力敌 歼20完全有一战之力 只不过现阶段F-22的盛面更大一些 尤其是歼20最后诟病的发动机与F-22的F-119相差甚远 所以发动机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依然会影响战斗机的机动性 那么对于歼20来说将要打败F-22 是不是只差一个涡扇15发动机呢 要知道涡扇15发动机一直在研发中 是一款可以比肩F-119发动机的最先进发动机之一 一旦装备到歼20那么将会大大提升歼20的综合战力 让歼20完全有可能在空战中取得胜利 但是歼20想要打败F-22或许还差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实战经验 虽然说F-22的实战经验也并不那么丰富 但是F-22这些年也参加过空战和打击恐怖分子 在叙利亚和苏35的交量中完全占据上风 而且每年都会参与大量的实战演习 这些都是歼20短时间内无法比拟的 对于歼20来说除了最欠缺的发动机外 那么实战经验显然是歼20最大的短板 这就需要歼20更多的参与实战演习 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作战体系 让自己在面对F-22时陷入被动 能够最大程度上给予F-22一击致命 所以大量的实战演习对于歼20来说非常关键 这也是歼20能够打败F-22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自主研发航发这条道路 也就是正向研发 对标的就是其他国家在服役间的先进产品 甚至是处于研发阶段的产品 要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需要做什么 然后开始攻坚 但是这里面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游击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 它的制造工艺复杂 设计的技术庞多 很多专利也不对我国开放 我国相当于要重新走一遍其他国家的老路 还要努力地感受他们 研发的费用也非常高 根据美英法等航发发达国家的统计 战斗机发动机型号研制 单价成本和说明期成本约占整个飞机 现役成本的25%或更多 目前为研制一台大型发动机的经费约为20亿美元 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支撑军被研发 纵观战斗机的历史 英美 苏联 德国 士本等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启动 而我国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 才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尖机机生产线的 新中国初期 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落后很多 那时候中国的主要圣物是让人民吃饱饭 所以可以在航天工业上投入的资源有限 不过我国虽然起步晚 发展速度却不慢 2013年 我国的战机数量就已经位居世界地下 首先 我国的战斗机技术除了发动机这一瓶颈外 已属于国际前列 对于短板发动机研究也紧随其后 是目前引发胜负的重重之重 60至80年代 我国航发胜为仿制为主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就开始了自主研发阶段 2000年开始构建我们自己的生产体系 我国一方面加强培养技术人员 致力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 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国外的技术人员 突破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 我国用了19年完成了涡扇师的研发 又经过三年不间断的是非考察 才真正的被决定使用在战机上 涡扇师傅进步缩短了研发速度 可以说我们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 2020年 涡扇师傅的总设计师 程崇辉登上了2020年 我国军工榜即军工婚姻人物 及军名两用领军企业评选守卫 不少人都猜测 既然已经开始论功行赏了 是不是说明涡扇师傅的研发已经成功了 虽然我国的发动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追上俄罗斯美国的水准 但是我国的研发速度精神 总有赶超的那一天